现在锅子上的问题 精致的日本制电子锅 是陆克游日爆买的最爱 靠智慧手机起家的小米 怎么可能错过这么庞大的商机 这次雷军再次扬起新国货大旗 发布小米生态链品牌米家 米家的首次出场 就是要终结打妈们日淘淀粉包的历史 推出米家压力IH淀粉包 小米推出新品牌米家 首推采用IH加热技术的电子锅 号称能均匀加热 让米粒在锅里跳舞 还强调内锅是经过69道工序制成 绝对不粘锅 小米还公开内锅制作的反复过程 呼应雷军大力疾呼的工匠精神 总理谈到希望中国的制造业 培养精以求精的工匠精神 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 小米电子锅发表会上 还强调电子锅零件高达700多个 复杂度只比有一千个左右零件的 智慧型手机 当然也整合了最尖端的智慧家具概念 我们是一家不手机的公司 通过APP扫描大米包装上的条形码 米家IH压力电饭包 能自动选择最合适的煮饭方案 还能在APP上选择你喜欢的口感 小米电子锅依旧祭出低价策略 定价只要999人民币 要力战动辄数千人民币的日本电子锅 是否能打响中国新国货的名号 还有待时间考验 在地新闻一双岛 一双岛 一双岛